大家好,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好 2020年10月27号,周二下午的17点18分 那么,这有一个朋友说的非常有道理 他说一个社会崩溃前会有七种征兆 我们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 一个社会在崩溃前的七种征兆 一,搞政治而不讲原则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s 二,积累财富而不付出劳动 Wealth without work 三,追求享乐而不关心他人 Pleasure without conscience 四,拥有知识而没有品德 Knowledge without character 五,经商而不讲道德 Commerce without morality 六,研究科学而不讲人性 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七,膜拜神灵而不做奉献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这是印度圣雄甘地在1925年年轻的印度艺术中总结出来的 如今看来依然有警醒意义 和美琪共勉 他说的很对 这七条全都在里 但是如果对照到中国社会 可能这个七种征兆还不全面 这只是其中的七种 说的有些轻描淡写了 还有些原因比这个更加的严重 我们看看这个啊 突然爆雷 千亿东北国企出事了 十亿都还不起了 说起华晨俩字 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华晨宝马 这个合资品牌 在辽宁沈阳啊 这个华晨宝马 还有北京奔驰 在北京益庄 是吧 这个现在 有时候就是说啊 你买宝马 你是买进口的宝马 还是买东北的华晨宝马 买奔驰 你是买德国原装进口的 还是买这个北京益庄 这个组装的 合资的 是吧 说这几天呢 华晨集团一则大消息 让资本圈一片哗然 某私募债券 17华705 发生违约 债券余额为10亿元 华晨集团发生实质性违约了 目前华晨集团正与投资者协商 兑付事宜 这也是华晨集团史上 首次公开市场债券出现违约 要知道 华晨集团背后的股东 一个是辽宁省国资委 持股比例为80% 国资委持股80% 另一个股东是辽宁省社保基金会 持股20% 一个是省国资委 一个是省的社保基金 这都是国家的信誉啊 都是省一级的信誉 结果10亿都还不起 到期是吧 都没法兑付 都发生实质性的违约 这可以想象辽宁省 这一个省 是吧 他的这个财政状况 有多么的糟糕 结果连十亿言都违约了 圈内人士觉得信仰 已经崩塌了 让这个投资圈的很多人 都感觉到 大跌眼镜 大失所望 是吧 非常的震惊 那证明什么 证明辽宁省 这个这个省辽宁省是东北经济最强的省 辽宁省的财政状况应该比吉林和黑龙江都要强 辽宁省的人口是东三省最多的 经济总量也远远超过那两个省 这个上面说啊 说昨晚跟一个刚认识的经济学家聊天 这个消息好几天了啊 这个他说 南海新建的岛礁 指的是三沙市啊 上面的军事设施 从卫星上观看 已经全部自行拆除了 原来还想美军会不会强拆啊 前一段 很多人不是炒作一个概念叫南海强拆吗 就是美军啊 说了你中国在南海这些岛礁上的军事设施 是非法的 你是这个影响了自由航行权的 南海不是你中国的内海 是国际水域 我们可以自由通行 说有可能把你的军事设施就连根拔除 结果呢 没想到他们自己就乖乖的拆除了 看来曾经牛逼哄哄的那个人 现在真的认怂了 怂了 指的是谁呢 牛逼哄哄那个人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啊 有网友问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那匹夫有病呢 回复自己负责 这个好像前两天啊 就是南方某一个省 我忘了哪个省了 这个一个男子患病后 从21楼直接跳下 就从医院可能是 妻子痛哭 他心疼看病花钱 这个上面写着 这个是中国交建 中国交建就是前两天 那个董事长刚跳楼死的 那个陈奋建那个单位啊 中交建 然后这有一个宣传标语说 敌特就在身边 泄密就在瞬间 哪那么多敌特啊 太逗了 这个叫贯彻落实密码法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提高密码应用意识 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这都是官话 都是贾纳空套话 是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陕西省国家密码管理局 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局吧 这个局很神秘 神秘的面纱啊 层层的笼罩着 国家密码管理局 这个就是国家安全局 就是秘密警察 就是所谓的隐蔽战线 国家安全局的 在陕西省啊 在省一级叫厅 啊 这个直辖市 叫局啊 自治区也叫厅 自治区和省叫国家安全厅 这个陕西省国家密码局 密码管理局 和这个国家安全局 还有一个单位 还有一个单位叫保密局 国家保密局 这都是一回事 你看那个老电影 那个保密局的枪声了吗 是吧 国民党时期叫国防部保密局 这个大陆共产党一码事 他这个至少是一个单位挂三个牌子 国家安全局或者厅 国家安全局一个 密码管理局一个 还有保密局一个 一码事 一码事 这个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有一个出版社 国家安全部呢 他也挂一块牌子 叫国家保密委员会 或者叫国家保密局 这个国家保密局 有一个出版社 叫西园 西园啊 东西的西园 草字头那个园 西园出版社 然后那个出版社 现在就在我们旺京 就在我们旺京 就是我们家北边那小区 然后那个小区的东门 旁边挨着一个公交站 有一个小二层楼 还是三层楼啊 大概 是从海淀那边搬过来的 他们安全部有个大院啊 在原来那边 这个搬过来到我们这儿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这小区 不是我们那小区 我们北边那小区 那个小区呢 这个国家保密局 还有这个西园出版社那栋楼 原来是哪呢 原来是一个 很早以前是一个餐厅 是干菜 干菜 江西菜的餐厅 在那儿 后来那餐厅不开了 后来我看见就挂上那个 西园出版社 还有这个国家保密局的 或者叫保密委员会啊 是局还是委员会 我有点记不太清了 应该是局 挂上他们的一个牌子了 好吧 就聊这么一段啊 这个一段一段的聊啊 那个待会再聊别的啊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